每周三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儿给您带来权威的民意访谈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科普大讲堂今日头条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据统计,全球每年新发胃癌病例约有120万 中国约占其中的40% 那么粗略估算,我国每年新发胃癌患者有近50万人 相当于每天有近1400人 很多的胃癌病人一经发现就是中晚期了 这个比例大概是在70%到80%左右 难道胃癌来临就真的没有任何的征兆吗 有没有什么办法早期发现 胃癌的高危人群如果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 可以部分抵消掉胃癌的遗传风险吗 一旦确诊胃癌,根据分期的不同 需要采取怎么样的不同的手术方案呢 今天我们邀请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蔡小鹏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蔡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蔡主任我们发现只要是体检报告单上 标明有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还有胃腥肉等等 临床上都认为这个是癌前疾病 他一听到癌这个字大家可都吓到了 那这个癌前疾病和癌前病变到底有区别吗 还是有区别的 癌前疾病和癌前病变是两个不同时期 也是不同类型的一个概念 胃癌的癌前疾病包括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那几种 因为这几种疾病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 它会有一定的几率出现胃粘膜,肠上皮化身 或者是叫异形增生 而粘膜的肠上皮化身或者异形增生 其实就属于癌前病变了 这是一种病理学的诊断 需要在显微镜染色下进行观察才能够确诊的一种诊断 异形增生一般是由不完全的上皮化身进展而来 它也分为三个不同的程度 轻度、中度和重度的异形增生 而重度异形增生又称为高级别上皮类流变 病情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早期胃癌了 所以我们要对胃癌的癌前疾病进行及时正规的治疗 防止它进一步恶化 对癌前病变更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要密切地进行水访 而对于中度异形增生 或者高级别上皮类流变这样的早期胃癌 就要经过专业医生的评估 采用内静下切除或者进行手术切除的一个治疗方式 那从这个癌前疾病到癌前病变有多长的时间 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它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它随时可以通过药物或者是人为的干预来中断这个过程 让它停止发展 什么样的这种长期的慢性的胃病就有可能发展到胃癌呢 其实从一般的胃病到胃癌的转变 它的概率是极低的 因为首先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从正常的胃脸膜到慢性非萎缩性胃炎 再到慢性萎缩性胃炎 再到肠上皮化身 再到脸膜出现低级别和高级别上皮流变 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早癌的阶段 最后才发展为一个进展期胃癌 整个过程它有5到10年的时间 其次呢 这跟胃癌发生的一个链条会随着人为的干预而被打断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胃溃疡 这其实是一种发生到一定程度的慢性胃病了 但是胃溃疡到发生胃癌的概率大概是5%左右 也就是说有一百个胃溃疡的病人的话 中间只有五个人可能会转变成癌症 但是目前随着胃药的不断的更新换代 胃溃疡的发生几率和它的治愈率也越来越高 所以只要我们定期的做胃经检查 早期发现胃部的改变 早期进行干预治疗 是可以避免胃癌的发生的 但是我们了解了一些数据发现 很多的这种就是确诊为胃癌的病人 他们发现的时候就是中晚期了 这个比例差不多是占到了有7%80%左右 为什么胃癌来临的前兆就是没有任何的感受或是征兆让人及早发现呢 是的 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胃癌发生率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发生率高 一个是发生时病期都普遍偏晚 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 有7%80%的病人在发现的时候就到了胃癌的中晚期 这个时候能采取的治疗措施就相对有限了 而且治疗效果也比早期胃癌的治疗效果也差了很多 虽然说胃癌的发病过程是一个比较引力的 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发病前的蛛丝马迹 是可以帮我们早期发现它的 都是什么呢 比如说上腹部的腹胀腹痛 伴有灼烧感等 但腹痛它不是那种特别剧烈的一种疼痛 它是一种持续的间断性的隐痛 还有一些吃东西胃口不好 伴有根烟的一些情况 另外还有一些大便成黑便和贫血等等临床表现 其实在临床上 当我们询问患者有没有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 患者有时候就会恍然大悟 他就会说 其实我半年前或者一年前就发现这个情况了 只是把它当做普通的胃病 自己去到药店买药 买点药对付一下 对 就忍着 对 自己买一种药去吃 而且刚才我也提到了 现在的胃药它效果比较好 所以说有可能一吃就把这个症状给压盖掉了 对所以这就是民众中存在的一个很大的误区 就是在某些观念或者是某些广告的影响下 把胃部不适的一些临床症状当作一般的胃病自行进行治疗 而且刚才也提到了 现在胃药的更新患代很快 治疗效果很好 它很快就把这些症状给控制住了 让患者误认为胃病治好了 这样就耽搁了治疗 所以如果要早期发现胃癌的话 大家务必要做到以下两点 一就是如果胃部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 一定要到医院去做检查 由医生来决定要不要进一步做个胃镜 或者是采用药物治疗的方式 千万不能自己给自己下诊断 自己给自己开药 第二 对于没有过腹部症状的人群 我们一般建议在45岁以后都要做一个胃镜检查 因为胃癌的主要发生人群是中脑年人群 所以对没有临床表现的人群 45岁以后每两到三年做一次胃镜 就可以做到早期发现胃癌了 说到这儿我还想追问一下 因为生活当中确实很多人有一些胃痛 胃部不适的一些老毛病 或者说是吃了什么东西之后 他马上有一个急性的症状出来 但是您要求的是当胃部不适就要去医院 而且还要做胃镜 很多人其实他就会惧怕 尤其一听说胃镜 他说我这用得着吗 是吗 我就去吃了什么胃药 把它压下去就算了 那么您再说的更仔细一点 当胃癌和普通胃病的这种不舒服 它有区别吗 刚才我提的那些意思 其实就是这两个在症状上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所以一定要到专业的医生那里进行一个鉴别诊断 而鉴别诊断最好的方式就是胃镜 这就是大家就要集体面对的一个事实了 不能够掉以轻心了 好 再说幽门罗杆菌 幽门罗杆菌是被世卫组织定为一类的致癌员的 因此有的人查出幽门罗杆菌阳性就非常的害怕 我们想知道幽门罗杆菌和胃癌是不是划等号 反过来说我查出来没有幽门罗杆菌 我是不是就不会得胃癌呢 是的 现在有很多体检项目中都含有幽门罗杆菌的吹气试验 然后不少人就会发现自己突然一下子就成了幽门罗杆菌的携带者 就会比较紧张 其实这种紧张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并不是感染了幽门罗杆菌之后就一定会得胃癌 幽门罗杆菌感染只是胃癌的高危因素之一 胃癌的发生是由很多因素综合作用造成的 所以就算感染了幽门罗杆菌 我们也可以通过治疗幽门罗杆菌 或者是降低其他的风险因素来降低胃癌的发生 同样的道理 如果没有感染过幽门罗杆菌 但是饮食习惯或者生活方式长期不健康的话 也是会有得胃癌的风险的 那么咱们感染了幽门罗杆菌的话 具体应该怎么治疗呢 像哪一类的人群 他如果感染了幽门罗杆菌的话 就一定要根治 但是对于成年70岁以下的感染了幽门罗杆菌的人群 一般建议是要进行根治治疗的 治疗方案已经很成熟了 一般是PPI质子泵抑制剂加B剂和两种抗生素组合的四连疗法 根除效率在80%到90%以上 但值得注意的是 幽门罗杆菌的治疗要做到同查同治 因为幽门罗杆菌是可以通过粪口途径进行传播的一种细菌 所以家里的适临人群要一同进行筛查 查出阳性后要一同进行治疗 这样可以提高根除的几率 发现有家庭成员是幽门罗杆菌感染的话 要尽量在饮食时采用分餐制 这一点其实在外吃饭也要注意 另外就是家里的洗浴用品也要分开 这样就会降低幽门罗杆菌对家庭内部成员的一个波散 前面您也说了 要是胃有什么不舒服的话 建议是去做个胃镜 那么要排查胃癌更是要做胃镜了 那么咱们要多久去医院做一次胃镜才能够防范于胃然 然后还有其他的什么手段可以帮我们早早的查出胃癌早期吗 胃镜的话 我们是建议45岁以上的人群 需要每一到两年做一次普通的胃镜检查就足够了 但是现在除了胃镜之外 还有CT肿瘤标志物等影像学检查和血液检查 可以帮助我们辅助判断胃癌的发生 但是这些都不能够期待胃镜的诊断作用 也达不到胃镜的诊断效果 所以胃镜依然是早期发现胃癌的最重要的检查手段 蔡主任 其实一说到做胃镜 我觉得大家可能是恐惧大于痛苦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没有窗面的检查 它只需要你去配合 可你要克服一些恶心的感觉 那么从您的实际经验来讲的话 胃镜它到底可不可怕 好的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 尤其在门诊 我会建议一些病人去做一个胃镜检查 但是他们往往就开始 一开始就达了退堂股 主要原因还是主持人您提到的 对胃镜它有一个内心的恐惧的过程 但是其实就我个人而言 我自己都做过一个普通的胃镜 其实也还好 几分钟都检查完了 当然现在还会有一些无痛的胃镜 这样大家做起来也会更舒适一些 而且其实前两天 我在网上也看到 在广州的一个医院里面 一个消化科的医生 他就是为了宣传这样一个胃镜的一个朴实度 他自己给自己 在普通的状态下 就是没有麻醉的状态下 给自己做了一个胃镜 说了这么多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 其实不需要带有那么恐惧的心态去看待胃镜这件事情 大家应该是都能够接受的 目前提到最多的治疗胃癌的方法就是根治性手术 那么我们想知道进行根治性手术它的条件是什么 像它会不会根据胃癌的不同分期采取不同的手术方案 是的 目前来说 治疗胃癌的主要方法就是手术化疗和放疗 化疗还包括目前比较先进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 但是根治性手术目前仍然是唯一能够治愈胃癌的一个方式 根治性手术的是要有一定的适应症的 早期中期的胃癌和经过新辅助治疗后肿瘤缩小的中晚期胃癌 都是可以采用根治性手术来治疗了 而对于晚期胃癌 就是已经出现了远处转移 比如说肝转移肺斩移的胃癌 手术基本上已经无力回天了 所以只能够采取保守治疗的方式 那么对于特别早期的胃癌 通过医生的评估 还有可能在胃镜下做局部切除 这样的疗效也不错 而且也很微创 随着科技的进步 现在的胃癌根治术 我们会采用腹腔镜或者机器人腹腔镜来进行微创手术 在保证切干净的同时 这样也会给患者带来更小的腹部切口和更快的恢复 其实随着现在医学的发展 治疗这个癌症的手段也确实是逐渐完善了 除了传统的这种手术 还有放化疗 免疫疗法 还有靶向这种药的一个治疗等等 那么这些新的方法的出现 是大大的延传了癌症患者的一个生存率 我们想知道对于胃癌患者来说 像这些治疗方式 它在什么时间段介入 效果是最佳的 现在的科学发展真的是日新月异 对于某些癌症来讲 药物治疗或者是放射治疗 已经完全可以替代手术治疗了 在胃癌中 手术联合放化疗 靶向治疗 免疫治疗 这样一个综合治疗的方案 才是真正能给广大患者带来 希望的晚辈的治疗体系 这些治疗的措施是因人而异的 所以我们目前对胃癌患者提出的治疗方案 是个体化的 全疗程的 在通过检查手段 精准评估胃癌的患者的分期之后 分期比较早的患者 我们会采用手术治疗 而分期比较晚的局部肿瘤的患者 我们会先进行一些放化疗 来缩小肿瘤 对肿瘤进行降期处理 这样会得到更好的手术效果 对于那些已经出现转移的晚期胃癌患者 主要还是通过化疗 靶向和免疫治疗的交替 或者是联合 其实无论如何 只要得到了规范的治疗 患者最终都能够从这些治疗中获益 是的 其实也就是说 咱们有强大的医疗治疗团队 来帮你解决后顾之忧 但是咱们还是最好不要走到这一步 对吧 在生活当中就要改掉一些坏习惯 那么具体来说的话 生活当中哪些习惯 是影响我们胃不健康的 是的 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 我们是可以预防胃癌的发生的 首先说一下生活方式方面 要提倡不抽烟 多运动 抽烟的危害我就不多说了 我要提醒的是一下 有一些慢性胃病的人群 抽烟它是会促进胃炎向胃癌方向的一个转化的 因为烟里面的一些有害物质 会影响胃粘膜的正常修复过程 而当修复出现了错误之后 胃粘膜就有更高的几率出现癌变 而运动它不仅可以提高身体素质 还可以提高胃蠕动的能力和消化能力 我们再说一下饮食方面 首先就是要规律饮食 不要暴饮暴食 胃本身它也是存在一定的节律性的 它有自己的活动器和修复器 如果长期不规律饮食 暴饮暴食的话 还有经常消夜的话等等就会打乱 胃自身的节律就会导致胃病的发生 另外一点就是要减少吃一些深加工的肉类 比如烧烤 熏肉等 而对某些人来讲这些食物的确很美味 但是肉类经过深加工之后会形成一些醋癌的有毒物质 经常吃这些东西的话就可能会增加患癌的几率 我在临床上其实还见过好几个30岁以下的年轻晚期胃癌患者 他其实就有经常吃烧烤的一个习惯 他几乎每周都要吃一次 这是非常危险的 第三就是要尽量少吃胭脂的食物 胭脂的食物里面存在一些亚硝热盐 这也是比较危险的致癌物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保证好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 这也是可以预防胃癌的发生的 除了这些不好的不良的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之外 这个遗传性的因素是不是胃癌的高危因素之一呢 是的 遗传因素也是胃癌发生的一个高危因素之一 他还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 其他的饮食和生活方式等等这些因素 那么作为这个胃癌的高危人群的话 在生活当中应当怎么样去注意自己的一些 就是习惯啊 就是让自己生活得更健康一些 是不是可以抵消掉这个罹患胃癌的风险 所谓的胃癌的高危人群呢 他主要包括在一级亲属里面获得过胃癌 或者是肠癌的这些人群 比如说父母啊或者是子女啊 有过患癌的 那么这一类人群他都属于一个高危人群的一个范畴 除了遗传性这样一个高危因素之外呢 我们可以通过改变饮食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也确实是可以降低胃癌的发生几率的 但是对于已经确诊了有遗传性风险因素的人 遗传性的胃癌发生的年龄呢 要比一般的人群还要早个10到20年 比如说临起综合症的一个病人 这是由于身体内的某些基因突变造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会更多的建议 这类的高危人群在25岁开始就进行胃经的检查 与此同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同样重要的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蔡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关于胃癌防治的相关知识 那我总结出有这么几点 第一呢就是要定期筛查 及时的发现这个癌前疾病 第二呢就是调整自己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多吃健康食品 第三呢就是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 远离胃癌的一些诱发因素了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健健康康的肠胃 能够陪伴我们到老 好 再一次的感谢蔡主任做客我们科普大讲堂 谢谢您 也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